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二姐的频道 我们在Costco买的这个蒸汽托巴呢,用了大约一年左右 突然就不喷蒸汽了,并且开始有漏水的现象 我们上网查了一下呢,造成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之一呢,是水垢 堵塞了出蒸汽的那个口 于是我们就想到可以利用白醋溶解水垢的这个功效呢 来试着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方法就是300毫升的50度左右的热水 加上50毫升的白醋 这个醋跟水的比例呢,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或多或少的自己来调整 之后呢,就是正常的打开这个托巴的开关,让它加热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呢,是没有效果的 没有任何的蒸汽,但是我们还是把地全部拖了一遍 耗时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三天以后呢,我们进行第二次尝试 比例还是跟第一次一样,拖巴正常加热以后呢 没拖几分钟就开始正常的喷蒸气了 并且漏水现象也消失了 所以希望大家尝试的时候呢,可以至少试两到三次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希望这个小窍门能帮到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